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另一个塞尔编程语时间 今天我们学习第五节课 塞尔程序中的选择结构 首先看一下选择结构定义 选择结构是一种 带有逻辑判断的一种结构 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 程序体 它会被执行 如果一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么程序体它就不会被执行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另一个塞尔的选择结构的分类 另一个塞尔的选择结构分为两类 一类是E-Z的控制结构 第二类是带有K字的控制结构 这两种选择结构 之前我们学习的C语言的选择结构 和塞尔的选择结构 是差不多的 它也分为两类 一类是E-Z的选择结构 还有一类是K字的选择结构 所以说 如果你以前有一个非常好的C语言的工具的话 学习Linx的塞尔编程语言 那么上次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E-Z的控制结构 E-Z的控制结构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分为叫单分支的E-Z结构 单分支 第二个叫双分支的E-Z结构 什么叫双分支什么叫单分支 以后我们讲的时候 以后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 第三类叫浅套的E-Z结构 什么叫浅套 以后我们详细讲一下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分支E-Z结构 在单分支E-Z结构里面 当一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就会执行Z后面的语句 不满足就直接退出判断语句 好 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E-Z 然后条件 Z 然后后面语句 然后以FI做结束 程序演练 好 然后我们程序演练一个 连着这样一个程序 要判断一个用户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输出这个用户存在的信息 好 我们现在登陆服务器看一下这个程序 叫IF-ZIN3.SX 看一下 然后看IF-ZIN3.SX 看这个程序 首先第一行 定义 SHELL的全购境 第2行 注释 第3行 好 ID-APAQ ID什么意思 叫 是不是查看这个APAQ这个用户 的UID 对不对 好 如果这个命令执行成功的话 是不是刀罗问号 刀罗问号表示反复的结果 对不对 好 我们看这个这个条件判断 意图 然后空格 这个空格一定会有的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这个空格 大家一定要掌握 中国号里面表示判断 到了问号什么意思 是不是上面的 上面这个 第一个程序 上面这个命令 反复结果 如果这个反复结果 如果这个这个命令 执行成功 那么反复结果是几 是不是零 如果反复结果不 不成功呢 对 是非零 好 如果到了问号EQ等0 等0的话 那么我执行 Vin等于输出 Echo ApaG用户 Exist 存在 然后退出 ApaG用户 结束 结束 好 这个用户的功能 这个程序的功能 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直接看一下 E5 单点 是 判断ApaG用户 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 输出 ApaG用户 存在 好 看一下 ApaG用户是不是存在 UID是48 那么是存在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输出 ApaG用户 存在 好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完成了 大家 在这个程序里面 大家一定要掌握 DALLAW的用法 什么意思 还有这个 EF这个 条件判断的 这个语法结构 是什么样子 这个程序结构 叫单分支 单分支 EF Z 就单分支 选择结构 好 下面看一下双分支 EF结构 什么叫双分支 什么叫双分支 EF结构 当条件满足的时候 就会运行 ZEN后面的语句 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就运行 ELTH后面的语句 什么叫双分支 知道的 这是什么叫双分支的吧 它分为两部分 ZEN 还有ELTH 对不对 ZEN 还有ELTH 这叫双分支 这叫双分支 行 我们看一下 看看 看一下双分支 EF结构的语法 好 EF 中号 条件 如果第一个条件 ZEN 如果你说满足 满足 中号里面的条件 那么执行语句 对不对 执行语句 执行语句1 比如说语句1 然后如果 条件不满足 ELTH 那么否则的话 我执行语句2 对不对 执行语句2 好 这就双分支 这就叫双分支 EF结构 好 下面我们演练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什么呢 叫判断第1个 系统参数 用户 是否存在 存在的话 则输出用户的UID 否则 创建个用户 并且输出这个用户的UID 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样 有这样一个程序 叫 if then 双点 这个程序的名字 后面定义一个名字 叫刘涛 这个用户 这是第1个参数 对不对 这不是第1个 系统参数 是不是叫$1 对不对 好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是 就是判断第1个 系统参数用户 是不是存在 判断流测用户 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输出流测的UID 如果不存在的话 不存在流测这个用户的话 那么我创建这个用户 然后呢 再输出这个用户的UID 好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再复兴看一下这个程序 双分之一 看一下程序 叫if then 双分之变 看一下 好 定义全路径 定义注释 定义注释 对不对 执行这样一个系统命令 叫ID 等于 他 交流 小括号 小括号什么意思 是不是和这个反显高昂一样的 对不对 将这个 命令结果 作为反回值 反回ID这个变量 好 如果 好看判断 if 首先看一下是不是 双分之变量 if then 然后else对不对 if else 双分之 双分之 看一下 如果这个上面这个就上面这个命令的反回值为0的话 那么执行 执行 后面的语句 然后比如说 echo111什么意思 是不是第一个系统参数 这用户存在 然后uid等于 uid是这个id的变量值 对不对 如果不存在呢 如果这个用户不存在呢 那么我不存在 创建这用户 好 然后用useAd11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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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用户输出这个自动传 输出这个新的用户 然后输出这用户的UID 这个程度的功能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进行一下看一下 SSV-6 双的SS后面跟第一个行动参数 叫 叫刘涛吧,看一下 好,刘涛这用户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UID的话是503,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 创建一个不存在的用户 叫UTA 诶诶诶诶诶,好不好 这样肯定这个用户是不存在的 提醒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好,这就往说错了 对不对 首先没有用户 然后创建用户出错了 叫权限 就没有权限,权限拒绝是不是 为什么权限拒绝 为什么权限拒绝,大家想一下 对了 对了 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当前是以普通用户 登录的对不对 普通用户是没有创建 创建应户的呈现的 所以说我们要以ROOT 用户来登录 好,我切到ROOT用户上去 好,这用户肯定是不存在的 好,这用户肯定是不存在的 执行 好,首先告诉你这个用户存在 对不对 然后呢,再创建这个用户 然后再输出这个用户的UID 好,这个程序的功能就完成了 这是个双分支控制结构 好,这个程序的功能我们完成了 下面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浅套的UID 结构 什么叫浅套UID 结构 当条件满足 条件一 则执行Z后面的语句 当条件再满足条件R 则执行Z后面的语句 不满足条件R 再退出 当条件不满足条件1 则执行L后面的语句 这就是比较绕是吧 对不对 好,这个地方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解一下 看一下 看语法吧 看这个语法 看这个 EF 好好条件1 Z 当满足条件1的时候 那么执行 执行这个 下面还有一个 执行这个语句 对不对 但这个语句还是带有EF EF循环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好,如果条件要满足的话 如果条件要满足的话 那么执行Z 语句 是不是 否则 只让一个双分支 是不是 好 也就是说 这个前套 前套EF EF结构 就是表示 EF里面还有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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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EF 一直浅套EF EF 一直浅套EF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也连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什么呢 首先判断运行交付的系统参数有多少个 如果参数个数不等于1 则提示输入参数有误 则提示输入参数有误 否则判断输入的用户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要输出用户的UID 不存在 创建个用户 并且输出这个用户的UID 这个程序的功能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好 看一下程序 叫 pyspef z 然后 好 看一下这个程序 EF 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表示输入返回值的个数 对不对 输入参数的个数 如果不等于1的话 不等于1的话 那么 不 表示 告诉你输入参数错误 然后只能输入一个数 只能输入一个参数 然后退出 对不对 好 如果输入参数正好是1的话 至于后面语句 ID等于 这个变量值 对不对 输入这个用户的UID 然后 如果这个导入问号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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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用户的话 有这个用户 那么 常规入为0 对不对 再进行这个 再进行这个用户 再进行这样一个输出 叫 echo 这个用户名 存在 并且这个用户UID 是多少 对不对 好 然后如果这用户不存在的话 再创建这个用户 创建这个用户 然后 再输出 这用户UID 好 这个浅套的控制结构 就讲完了 这个地方大家收到熟悉的这个 那个熟悉这个浅套结构的这个用法 也非常熟悉的掌握 再强调一下 衣服浅套结构 就是衣服里面在套衣服 可能套的这个套的是多层的 好 好 这个浅服的这个控制结构 我就讲完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 case的这个控制结构 好 case语句啊 使用语需要进行多重分支的用情况 记得啊 多重分支 他也是选择结构中一种长的控制结构 case的分支结构是格式这样的 case到了编列名 印 这个掌握语法 要掌握 case到了编列名 印 这一个字不能少 中间一个空格格宽 模式一 满足模式一 用过号不能舍 注意啊 然后命令序列一 命令序列 然后印的掌握 就是一个程序体 然后呢双分号 双那个两个分号 两个分号不能上 这个是 是固定词的 然后模式二 模式二 模式二命令序列二 两个分号 以及其他 以及星 就是既不满足模式一 又不满足模式二 那么可以满足模式星 对不对 那么星号就是所有的 对不对 就是所有的意思 然后星号的话 就满足所有 然后呢下面就是执行 默认执行 默认执行的命令序列 这个地方大家自己 自己定义就可以了 然后讲分号 后面以这个 倒写的 倒写的这个case结果 esac 这个程序体 这个case结构 就完成了 记得啊 结果的分号 结果这个 一定要反写case 就是这个结束 这程序也是程序出现的 这也是程序出现的 和这个eif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么eif里面是 首先定义eif 然后结尾呢 是以fi为结尾 对不对 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 程序演练 我们演练一个程序 这程序功能这样的 用户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 判断个字符是字母 数字 还是其他字符 并输出其提示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程序 再称一名叫cat 称一名叫case 下方箭1.sh 看一下 看一下程序 叫case case 1.sh 好 首先定义这个全路径 定义这个注释 入的钢P 对不对 输入一个字符 然后按回车k 我用这个锐的命令 接受一个输入 将输入变量的值 输入这个值 传递给这个变量 叫k 好 再进入多分之k的结构 好 $k 取变量 取k的值 如果k的值 在0到9里面 0到9里面 表示数字 是不是 因为我只输入一个字符 0到9表示一个数字 如果是在数字里面 满足数字序列 那么我执行这串 这串这个循环体 这个这个程序体 好 双分号 然后如果满足字母 小写字母或者大写字母 那么我提示输入 你输入是字符 输入是字符 普通字符就是 如果说你既输入的不是这个数字 又不是A到C 小写的A到D 或者是大写的A到D 之间的话 这两种内容之外的话 那么你满足肯定是其他新 对不对 你满足第三种条件 那么你平均是输入的是 我们输出 输出 你输入的是特殊符号 然后特殊符号是$k 然后取得$k的这个变量值 这个值 然后呢 然后分号 然后倒写的case结尾 倒写的case 一定要注意一下 叫倒写的case 一定不要蜡了 好 我们直接这个程序看一下 fhcatcase 1-h 好 我输入一个字符 然后按回车是不是 我输入一个3吧 回车 好 即使输入是数字 我们再输入一个字符 试一下 要大写的A 好 字符是A是不是 好 我再输入一个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叫什么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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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case结构讲完了 好 今天的这个 我们这个选择结构讲完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客户作业 客户作业给大家符合这几个作业 第一个是熟练掌握选择结构的分类 熟练找我选择结构的分类 if选择结构 还有case选择结构 一定要掌握 然后第二个是熟练掌握 if when 单分支 双分支 以及前套分支的用法 单分支 双分支 if else 然后前套分支 if里面套一符 这三类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熟练掌握 case控制结构的用法 case正是语法 语法一定要掌握 对不对 语法一定要掌握 这非常重要 第四个是 留给大家一个程序 需要变成一个程序 这样程序功能是这样的 实现从键盘 读入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这样的 比如说叫start stop 或者是为start 这三种 这三种 当输入start时 启动httb服务 也就是启动alphaG服务 并显示alphaG的进程号 并显示httb的进程号 当输入stop的时候 你停止httb服务 然后当输入restart的时候 然后首先执行 启动httb服务 首先停止httb服务 然后再启动httb服务 当什么都不输入 或者输入的是非上面三个单词的时候 就是说你输入的既不是start 也不是stop 也不是restart 这时候呢 做一个功能 就是输出程序的功能 叫usage 然后输出这样一个词不算 通过这个程序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其实分的是四类 对不对 一个是start 一个是stop 一个是restart 第四类就是什么 既不是真 就是除了这三类之外的 这样一个判断 好 今天的我们选择结构就讲完了 回去之后 大家应该把客户作业 认真地做一下 行 好 今天的客户就讲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